挖它 然后挖它 拨酒撒麦芽这是传奇首席酿酒师的招牌品酒仪式 高端威士忌市场在台湾成熟度高品牌观察到 消费者不只收藏高年份的珍稀酒款 也重视背后的历史底蕴 工艺精髓以及品名美学 台湾的高端威士忌成长的趋势非常强劲 消费者对于威士忌的了解的知识也非常深厚 Rachel Patterson其实在这个酒厂已经超过50年 她的鼻子也投保了260万美金 受搬成为OBE来带领我们大家的品名 品名会上首席酿酒师热情与参展民众互动 带领大家到苏格兰国家艺朗酒厂 并传授如何鉴赏有老酒银行之称的威士忌 哈喽 然后你回来说 你好吗 所以你需要喝酒 喝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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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当你做这些威士忌 你会看到这些威士忌的威士忌 记住 爱让世界轮廓 这并不正确 威士忌的威士忌 让它两倍速度 在酿酒师感染力十足的讲解中 认识品牌悠久的辉煌历史 也曾经在光影名款交叉的品名饗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云联监 新闻网址 新闻网址